两名清洁队员直接站到路口的 柏油路上高举双手指引方向 看起来很着急 救护车加速他们也快步跟上 因为班长昏倒了 52岁的清洁队班长上个月30号上午 才完成手边的分类工作 却突然脸色发白 同时关心他一开始还能说 没有关系 但没有几分钟就说身体不太舒服 趴在桌上失去呼吸心跳 送医还是回天法术 他在卢州清洁队工作了20年 走得太突然 上有70多岁的老妈妈 太太在家照顾三名子女 最小的孩子才读国中 却突然失去一家之主 同时眼中认真负责的干部 爱家的好爸爸 心脏冠状动脉剥离 走势 其实疫情期间三重炉 周快六十万的密集人口 情云量没有变少 清洁队原本有超过两百人 但因为将近一半的人确诊 不能上班 那我们也会来重优认定 他的一些因公殉职的条件 务必帮家属争取最大的一个服势 环保局表示 除了尽力协助家属 也会调度人手帮忙减轻负担 华氏新闻 黄沛华 郑兆元 新美食报道 观众朋友有一件事情 不知道你们做了吗 那就是赶快来订阅 我们的CH52华氏的频道 而且记得哦 一定要帮我们分享 按赞 还要开启小铃铛 再见